各位好 我是胡婉玲 欢迎收看台湾演绎 孙文 近代史上无可磨灭的伟人 在中华民国台湾被尊为国父 在中国则是民主革命先行者 从他的丰功伟业到思想严行生活 无一不受人关注 在婚姻方面 孙文有两次公开的婚姻 第一位是原配卢木珍 第二位是宋氏三姐妹的老二宋庆龄 然而1895年到1924年30年之间 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时间 孙文旅居日本 百年来台日中坊间都盛传 他在当地结婚生子 到了2010年 日本学术期刊《孙文研究》 正式刊登孙文日本妻女事件 2011年3月 亚洲周刊还报道了孙文日本的第三代 但由于提及的面向有限 加上从未有媒体尝试将这些资料查证后 影像化报道 因此民事新闻从国际中心展开 掀起资料搜寻 再由节目中心资深记者 跨国调查报道 比对孙文在中国后代 和日本第三代的说辞 加上日本官方解密档案 乃至台日学者的佐证 其中日本期大跃逊预卷 陈锋半世纪的口述录音带 更是首次公诸于世 这节台湾演绎 邀请您一起观赏 孙文的日本期 语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1895年11月9号 一艘从香港出发的日本货轮 广岛丸 缓缓驶入日本神户岗 这一艘船除了满载着棉花 还藏着一名被蜻蜓通弃的政治犯 他是29岁的中国青年孙文 因为发动广州起义失败 成了落难的亡命人 当时汉孙文 一同逃亡日本的 还有和命同志 陈绍白与郑士良 他们三人从神户再转往横滨 躲藏在山下丁53号 一位广州同乡家中 这是孙文第一次的日本行 待了将近一个月 担心随时有被日本政府 押送回中国的可能 12月 孙文再远奔美国 喊欧洲各地 两年后 1897年8月 孙文再度踏上日本的土地 在有人劝说下 决定占据日本 有天孙文在东京投诉旅馆时 临时选了个日本名 中山桥 作为画名 成为后来孙中山名号的由来 在日本两个地方外国人只能住 一个是横滨 一个是长崎 所以孙中山只能在横滨的一个特定的地方能住 所以他有一次就到东京去了 东京去了说要住旅馆 住旅馆要登记 登记你不能写说是中国名字 一种警察来查了说 那你这个违反他们的规定 登记的时候 他就想说糟糕 这个应该怎么登记 想起刚刚经过一个中山的家里 日本人在他们家里的门口 都是挂那个姓就没有名字 他就看到说 刚才经过一个中山 他就写了中山的文字 由于当时蜻蜓和日本具有外交关系 在蜻蜓的要求下 日本警察和特务单位 开始对孙文展开跟肩 并且撰写报告 送交外务大臣备案 这些官方档案 后来全收存在日本外务省的外交食料馆 由于事过境迁 这些密件档案已经解历 为了取得第一手资料 民事采访小组 专程从台湾飞离日本 来到位在东京都 麻布台的外交食料馆 这些封存玉百年 极为珍贵的秘密档案 首度在台湾媒体曝光 当时日方多以 倾国亡命人称呼孙文 而且清清楚楚 掌握他在日本的居住地 往来朋友和每天行踪 公司领域都记录的情况下 今年意外揭露一段 孙文不为人知的恋情 明治33年 也就是1900年9月22号的 跟鲸记录写着 孙文不为人知名 亚恶ctions 阿鲫智一 Certes 明治33年 也就是1900年9月22号的 庚禁记录写着 孙文不为人知名 春明社 也沒有來訪接種物 明治34年1901年7月2號的報告也指出 新國亡命者孫一仙是 日陰 浅田春 昨天 午前11時14分 三宮的列車輪到横浜より 神戶に来到 在日本官方文件中 被視為孫文竊的浅田春 是孫文1897年第二次到日本時 所聘請的15歲秘書 略懂中英文 可惜年僅20歲就早逝 聽說是有一位女朋友 浅田 阿沙達哈里 就是幫忙她打掃房間 或者是做秘書性質的工作 做放映這些日本的女孩子 那個浅田這個女孩子 跟陳中山同居 恐怕最少有半年在英明 這可見 陳中山在橫邊的時候 那個浅田這個女孩子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不單是跟她同居她的女朋友 而且在革命連絡當中 她扮演了很多女孩子 當時孫文在家鄉 已有原配盧穆珍 是孫文19歲時 奉父母之命迎娶的同鄉女子 盧穆珍小孫文一歲 婚後育有三名子女 孫柯 孫妍 和孫婉 然而孫文和盧穆珍雖為夫妻 兩人的學識 觀念差距相當懸殊 她就提到說她的太太盧穆珍 她說盧穆珍是一個 非常傳統的婦女 盧穆珍常常跟她講說 我沒有辦法陪同妳革命 到處奔跑 奔波 我也沒有辦法在身邊照顧妳 所以她希望 盧穆珍一直希望孫中山先生 能夠找一個革命的伴侶 能夠陪伴她 在中國 孫文和盧穆珍結婚六年後 1891年 生命中又加入了一位 親密的紅粉之己 陳翠芬 陳翠芬 小孫文七歲 兩人在香港因革命解釋 因理念相同而結合 甚至在香港紅樓租屋而居 後來孫文遭蜻蜓通緝 浪跡海外 陳翠芬也曾跟隨到日本 不但照顧孫文生活起居 也常替其他革命同志 洗衣 作飯 雖然未與孫文育有後代 但為孫文正式接馬 在孫氏家族裡佔有地位 她不是正式的妻子 她在我們家裡面算是一個 在我們祖父裡面 家譜裡面算是一個車司 就是說 家裡面包括孫梅啦 包括孫文山的夫人 那個盧牟子等等 都一起 大家在一起 同一個房子住 那麼 陳翠芬當然是跟孫文山 十幾年感情很好的 而且關係很深的一個 一個革命的伴侶 其實孫文在日本期間 還有一塊極為重要 卻為日本政府跟肩記錄 所遺漏的感情拼圖 這位相貌親禮 氣質不凡的少女 就是孫文在日本的傳聞妻子 大野薰 我們找到一本1984年 被台灣政府查禁的港外雜誌 封面標題寫著 國父入土 國母出土 內容轉載自日本共同社 和獨賣新聞特稿 明明白白指成 孫文在日本還有一位夫人 而且幫她生為一個女兒 公穿富美子 採訪小組接著找到 日本學術企刊孫文研究 在2010年刊登日本史學家 九寶田文次的一篇論文 內容以27頁的篇幅 說明孫文和大月薰的相識經過 而且指出 傅美子就是兩人所生 孫文在日本的後代 經過多方協調 這篇論文的作者 九寶田文次 終於同意接受採訪 她是日本女子大學史學系 名譽教授 來到研究室 九寶田教授 拿出她潛心多年的研究資料 談及當初調查孫文後代 紳士的始末 1981年 1981年 那天 公主和美洲 向我要助給他們幫助 他們非常認真地告訴我 說說真的話 我的父親是孫中生的 以後 公主家人給我的照片上 發現到 後面一個女婿 在數十歲代 超大女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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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看證明吧 由於傅美子 已於1990年去世 採訪小組從台灣出發前 以輾轉巡獲 富美子的長子 公川東一 約好見面 當我們約定在橫濱 見到公川東一時 眼前是位頭髮花白的 八巡長者 公川東一 神情嚴肅 話不多 只講日文 不會中文 而且她的長相 並不像母親 更不像孫文 不過她特地帶來一卷錄音帶 是目前最能說明 孫文在日本娶妻生子的 第一首關鍵史料 陸放音機播放的婦女聲音 是大月勳生前的口述歷史 在她去世前五年 也就是1965年左右 錄製的 當時年屆八十的大月勳 威威道出1898年秋天 她如何與大塌二十一歲 從事革命運動的孫文相識 進而結婚 生子的經過 我當時的女生 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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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得到 就後來 магаз家被毒 опять 那天 一下次買 今天客國情 hogy 至少不取 é 那天 那天 那個 那個 初次见面 孙文对大岳勋留下极好的印象 据大岳勋说法 1901年孙文变向14岁的他求婚 结果遭到父亲大岳今次的反对 但录音带中并未透露 大岳家是否知道 当时孙文身边还有位被视为日本妾的浅田春 以及从中国赶来的陈翠芬 并婚后同居 孙文不急着迎娶大岳勋 异国恋情相差21岁又有语言障碍 于是大岳勋照着孙文的希望 从横滨高等女子学校转学到一所教会学校 横滨共立女校开始学习英文 然而两人共处的甜蜜蜜时光 没能维持多久 孙文开始以革命药物为由 经常不知去向 未婚妻大岳勋最常收到的 是孙文从美国夏威夷各地寄来的信件 和金钱 直到1905年 大岳勋怀孕 两人关系出现变化 根据大岳勋晚年的口述历史 1905年是孙文和大岳勋关系 剧烈变化的一年 两人订婚三年后 在这年八月结婚 大岳勋随即怀孕 但同这一年中国同盟会 在东京成立后 孙文开始和大岳勋渐行渐远 几次祭钱给大岳勋之后 终于断绝音讯 追查相隔一百多年的成年往事 最能证明两人关系的 是1913年3月5号 日本朝日新闻报道 孙文回到横滨的时候 欢迎孙文的4000人当中 有位容貌美丽 叫做勋的女子 被人称为孙文夫人 另外一个具象的观察 是大岳勋的女儿傅美子 确实容貌和孙文极为相似 但随着孙文的地位 越来越重要 大岳勋始终不曾出面 要求团聚 而是陷入将女儿送人养 自己两度改嫁的悲苦命运 第二单元一起来看 孙文和大岳勋的何与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了宣传革命理念和筹缩经费 孙文的足迹踏遍亚洲欧美各地 根据大岳勋在录音带的口述 两人确实曾举行婚礼 时间在1905年8月上旬 孙文从欧洲返回日本之后 随即和18岁的大岳勋结婚 婚礼地点就在恒丁的浅金神社 婚后他和孙文住在恒丁中华街 山下丁121号也就是他们初次相遇的地点 这张素描是大岳勋的弟弟大岳使郎亲手绘制 勾勒出孙文和大岳勋当时的住家环境 外观是一栋两层楼的专造洋房 对照时机地点依旧景色独在 然而两人成婚 有无更明确更具公信力的证据呢 明治时代结婚需要公胎仪式再加上登记 但孙文当时还是中国的革命党人 当然不敢向日本政府登记 加上年代久远 恒丁又历经过后来的关东大地震 大岳勋后代已经找不到 附证当年结婚的资料 在日本外国人的 没有意义向官方登记 如果发现到那样的重视的结婚的问题 有的话没有问题 1905年8月20号 中国革命同盟会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 孙文被推举为总理 事业重心开始从横滨移转到东京 他和大岳勋见面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虽然才新婚 大岳勋的处境越来越艰辛 因为就在孙文渐行渐远的这段时间 他怀孕了 隔年1906年5月12号 大岳勋在横滨产下女婴时 孙文不仅不在身边 甚至再也没有回家探望过 他的工作特别太多了 太忙了 革命运动越来越紧张的时候 日本的公安方面的监督 监视越来越严密了 大岳勋さんは孙文先生の 子供を妊娠して 子供が生まれたと 生まれた時までも 日本に確かいたと 大岳勋さんは大岳勋さんを育てる 大岳勋さんを育てるために 孙文先生が中国からお金を送ってきたと いう時期があった 大岳勋さんは大岳勋さんを育てる 大岳勋さんの育てる 大岳勋さんの育てる 大岳勋さんは二十年 她的母女变成了姐妹 等不到孙文的音讯 1911年大月勋百伴不舍 决定将年满五岁的傅美子 送人当养女 对方是一位在横滨街上 沿路叫卖的鱼饭 公川梅吉 由于公川梅吉和妻子始终未生女 因此对于傅美子 视同起初 疼爱有加 而傅美子的生父孙文呢 此时她和同志们 正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成功 各地纷纷响应 推翻统治中国268年的清朝 1912年1月1日 孙文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 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1913年2月 以全国铁路督办身份 再度造访日本 受到各地华侨的欢迎 根据九宝田教授 提供采访小组一篇日本 朝日新闻在1913年的报道 3月5号 孙文来到投音时 也有4000人欢迎孙文的到来 新闻记者观察到 在公园附近 有一位容貌非常漂亮的名字 叫须 人们称她是孙文的夫人 他遥望着欢迎孙文队伍 痛哭失声 乃至昏去昏去 这篇报道是当年最能证明大月薰和孙文关系 也是唯一的一份出版式文件 但内文并未触及 何以大月薰只能远望孙文 而未能和孙文团聚 1914年6月 48岁的孙文 在东京筹筑中华革命党 也就是中国革命党前身 三个月后 她生命中 一位重要的女人出现了 人任孙文英文秘书的宋爱玲 出嫁中国商人孔小溪 秘书工作改由妹妹宋庆文借题 孙文和宋庆龄 人为上司和下属 却产生情愫 决定共省一生 然而相差27岁的年龄 加上当时孙文 和卢木珍在法律上仍是夫妻 这门亲事遭到宋庆龄父亲的反对 孙中山跟宋庆龄的父亲 宋耀如是同辈的朋友 所以等于是跟晚辈之间产生爱情 这个康德里的夫人的姓里头 她也提到 她说宋庆龄女士是一个 受心死教育的女性 可是她非常地反对 就是所谓的重婚 因为在天主教的精神里头 是不能够允许这些人 她说可是我们两个人的感情 已经到了离不开彼此 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她就只好跟 就是等于说 感谢这个卢木珍 对于她的成全 两个人离婚 为了宋庆龄 过境千返的孙文 终于和原配卢木珍协议离婚 接着 1915年10月25号 和宋庆龄在日本友人梅屋庄级 位于东京大酒堡的私宅 举行简单的婚礼和喜宴 当年孙文49岁 宋庆龄22岁 结婚当时 同样没有拍照存证 这张结婚照 是事隔一年后才不拍的 根据我的了解 当时的中华革命党的朋友 都反对孙中山跟宋庆龄 主要的人口就是年纪差太大 这是一个原因 所以我看 我所知道的 孙中山的结婚的婚礼 参加的就是成亲每一个人 两人的婚姻事约写着 将来永远保持夫妻关系 努力增进相互间的幸福 万一违反事约 即使受法律社会的制裁 亦不得有任何意义 根据宋庆龄的说法 当时结婚日期是10月25日 因为日本有双日吉利的习俗 因此在《誓约》上写作26号 奇特的是 宋庆龄在《誓约书》上用的林字 并非原名的林字 孙文在中国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而大岳勋则另行改嫁 第一位改嫁的对象 是金刚银行总裁 三伦新武郎的弟弟 三伦秀斯 但不久 因为被发现 和孙文早年的往来书信 揭开过往 而造夫家修妻 1924年 大岳勋37岁 二度改嫁 这回嫁的是位日本出家人 大岳勋远嫁到 立木县足利市的东光寺 对象就是东光寺主持 为了了解大岳勋改嫁后的生活 采访小卒亲自走一趟东光寺 从横滨市到立木县 前后换了六班车 加上沿途问路 足足花了四个小时 终于到达目的 告知记者的来意之后 寺院的派记 当野轻衣热心的引领记者进到大叶 当野轻衣指着墙上的一本女性照片说 这就是你们要找的人 1936年拍摄这张照片时 大岳勋已49岁 端庄娴熟 气质颜柔 冠上夫妻 感激石方勋 在他身边是二度改嫁的丈夫 东光寺主持 石方元欣 两人婚后育有一双儿女 女儿叫做瘦子 儿子是石方元婢 当野轻衣接着带着我们 到附近拜访一位八十多岁的奇老 小公先生 年轻时就在东光寺帮忙的小公先生 对大叶轻衣印象还相当深刻 大大人士 大大人士 というか 浓家的奥子和全是很近的 那我可以通道理你 不论一般人 有些小子 但在城口中有些花 有些花 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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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离市非敌 大月薰远驾东方寺 原本以为可以借此切断喊孙文的过去 从此隐身在这座寺院 平静地度过下半生 没想到1956年 两位访客的意外到访 又在掀起他不堪回首的过去 相对于中共对孙文遗双宋庆龄的礼遇 以及孙文长子孙科在中华民国体系中 曾任考试行政立法三院院长的尊荣 日本的大月薰处境凄凉 将女儿送养他人之后 直到年近七十才和女儿妇媚子相认 也才告知妇媚子生父的身世 大月薰如此低调 除了个人以令改嫁 还有日华关系恶化 陷入八年对战的时代背景 日本人和中国人牵扯 只会滋惹祸端并非好事 后来傅美子曾带着儿子 也就是孙文的日本外孙 公传东一到过台湾 也和孙家后代礼貌见过面 但离任祖归宗相差甚远 自由计判 宋文和宋庆林 虽然是相差27岁的老夫少妻 却是革命和感情艰巨的亲密伴侣 许多场合都有两人的合理 1922年6月 32岁的宋庆林不幸流产 之后会藏身 1925年3月12号 孙文在中国北京协会医院议事 享年59岁 他和卢木珍所生的长子孙科 曾任考试院 行政院 立法院院长等职 是中华民国史上 唯一曾任三任院长之部的 然而孙文在日本的女儿 富美子 五岁送人当养女 小学毕业后就到纺织厂担任女工 1927年 1927年昭坠从事酒夜生意的大则几次 婚后育有梁子 而且直到中年以后 才得知母亲是大叶勋 而生父原来就是中华民国国父 大叶勋 まずですね 母親が 自分のですね 本当の親が 父親が尊全先生であり 母親は大月香織さんということを 初めて知ったときですね まず第一番には非常に驚いた 二番目には非常に嬉しかった 非常に嬉しかった 嬉しかった 涙を流してました それで早市さんに 香織さんに会って 自分の生まれから 今日までのことを話したいと 1956年初 50歳的公川富美子 協同28歳的長子 公川冬一 当时他已从北海道大学 经济系毕业5年 是一家酒類食品公司的小幹部 他倆从横冰市 搭车到栗木县的东光寺 和大叶勋建立 分離将近半世纪 69歳的大岳勋 終于向富美子證實 他的身父就是孫文 当初为了纪念孫文 还一度取了孫文的文字 将他命名为文子 後来又改成富美子 就是因为文字在日语中 训读作夫名 大岳勋也向女儿解释 为何必须守命 尤其是二战期间 日中对战 他更是三尖其孔 和大叶勋建立 和大叶勋建立 她说的是宣传了宣传了 战斗 战斗 万全万全 这样英国有绝对普通的 正常传闻了一代 宣传的仇传了一伙一样 合成的事 非常高兴 韩龚川复美子到 storing后 大岳勋和十方元欣所生的儿子 十方元欣 进一步探寻母亲的过往 并将母亲的口述 重点摘要 寄一份给公川东医 十方元欣还在心里告诉公川东医 母亲是在极度心痛 便流着眼泪的情况下 诉说与孙伟的过去 1965年 公川东医委托东光寺和尚 三国进春 对母亲进行录音访谈 录音带仅十五分钟 成为大岳勋留下唯一的有生史料 1970年11月12号 大岳勋辞世 享年83岁 他和第三任丈夫元欣和尚 长年东光寺 1977年6月 公川母子曾到台湾游历 还在台北国父纪念馆前留影 据公川东医说法 他们当时曾在台北 和孙家后代吃饭见面 气氛融洽 为此 采访小组找到孙文分植孙 孙必胜 向他求证 孙科子孙中山儿子 那个时候张明山当卡是院长 有一天打电话给我 他很奇怪 没有找我 别人就找我 上来看看 有个人说是 跟孙文分植孙 一个什么什么 后代什么等等 日本人 可能孙科也怀疑也不一定 但是 结果有没有 那个人也 见了面以后 有没有提到什么 也不像我们姓孙 你说那个 他的孙子 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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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讲话问他 他也不答 他也没有说他是谁 由于年代久远 孙必胜忘了这位日本人的名字 而且对照他和公川的说法 双方记得的见面时间 地点和情境 都有不少落差 1981年 在公川母子请客下 史学家九宝田教授 开始调查孙文在日本取妻事件 他比对各项资料 证实大岳勋的口述历史 和孙文多次进出日本的时间 相当吻合 他能说出孙文在日本的贴身翻译 温炳城的名字 并且指出 韩孙文同住公寓住址 山下丁121号 除非和孙文相当接近的人 否则一般人 不可能知道这些讯息 通过详细的分析 作风信用的流音带的内容 还有做个画 分析的话 枯高性比较多了 调查进行 越来越新的话 越来越绝的 就是大概称得住了 那个九宝田教授 我跟他认识二十几年 他就在日本的学术界 他是非常tossy的 很严谨的一个学者 当然我们站在国民党的立场 绝对好像 这个好像不太方便 但是我个人是认识说 我们现在是讲历史 讲历史要讲素食 没有讲思维 没有讲说 孙中山好了还是不好 他有多少女朋友很坏 不是这个事情 我们现在既然是研究历史 历史要有根据 要让证据 让根据的讲历史 这样才有它的价值 1984年8月17号 九宝田教授 接受日本媒体采访 首度将这些资讯 公诸于事 之后包括美联社 世界日报都曾刊载 反观台湾当时时处戒言 不容国父形象遭人非议 于是低调处理相关外电新闻 只有当时具有党外色彩的自立晚报 从8月18号到21号 连续四天刊登相关报道 月底还有党外报刊 发展周刊炒热话题 全文转载日本报道 这一本是在民国73年8月27号 所谓的发展周刊第二期 它刊登了说国父入土 国母出土 这个孙毅仙的樱花殿 这个刊户何许能创办的 郑南龙 他是创办人兼总经理 总监是李敖 发行人是周伯伦 社长是陈水扁 1990年5月6号 公川赴门子去世 神户华侨历史博物馆 孙中山研究会 孙中山纪念馆都制赠花圈 而孙文的日本外孙 公川东一 得知自己身世之后 这么多年来 是不是曾想过 用DNA来鉴定 确认喊孙文的血缘关系呢 DNAや何かにもって 更にちゃんとすることを 照明を明確にするということを 私も望みますから やってくれる方があったら お願いしたいと思いますけれども 私の方から殴り込んでいくような形でね やれよやれよ 資料のために準備をしろよ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を 強要するような意思はありません これがグランドファーク ああ 素晴らしい いいですね そうですか 台湾小狗制赦 予有孙文肖像的小礼品 这时候公川东一 显露出濃濃的亲情思念 は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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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文早年的绯闻情史精彩 看過去文献記録形塑的国父形象相差甚远 孙文的革命友人也是日后第29任日本首相全雅毅 曾問過孙文 一生中最有兴趣的是哪三件事 全雅毅就問他 他说你平生最喜欢的是什么 他说革命 後來全雅毅说 你喜歡革命 我們大家都知道 你現在重新的是革命嘛 所以呢 他另外說 除這個以外 你喜歡什麼 那麼他就講說 woman 就是女人 我喜歡女人 再下來 再喜歡讀書 喜歡看書 所以全雅毅說 這個人還是很老實的一個 他就知道 每一人都知道 他��想說 made borrow 他 有 以十经的眼光看待三妻四妾的现象 想必然会陷入八卦好奇 皆谈相议 尤其是对一位国家伟人的故事 然而回归历史 回到民国以前不谈法律登记 尚未贯彻一夫一妻制的年代 其实孙文和大岳勋或者是浅田春的关系 在当时不过是凡人的血性情爱 为了革命制业而造成的悲欢离合 我是胡婉玲 这期台湾演义播映到这里 谢谢您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